? 朝點視頻,斯文凌,元學見用的時間迎光幕見到斯文凌老師 大家好,我們又見面 老師,我覺得不得不佩服 因為我之前記得向你做過一集 Ed could have seen the vision in this video 當時你提及到究竟這個疫情和防疫措施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良好的轉變呢? 即是疫情又會大幅度的消卻 然後防疫措施又會放寬 結果我記得在3月中左右的時間 你已經預測4月中、4月尾就完成了 但當時大家都老實說 是嗎?不知道這個 因為當時還未上到最高峰的數字 還是一萬聲而已 還未到兩三萬 所以這個資訊 我覺得對我們這個節目 或者焦點視頻的觀眾 相當之有用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要多謝你的 是的 但是同樣地 因為我們都知道 接下來的防疫措施將會放寬的時候 我們都要想方法去怎樣迎接它 大家等了這麼久 新年都苦瓜桿地去新年的時候 究竟這個逆後反彈的商機 一些的商鋪 例如有些食肆 美容店很慘 美容也不關他事 但永遠一關門就一定有他份 然後兒童樂園 有些玩遊戲不能玩 變成賣東西 在一些這樣的商鋪 我舉例 剛才那些 有沒有一些什麼風水的增運方法來給他們 是有的 今天我們拍片的時間就是3月31日 疫情的防疫措施 相信就是4月21日開始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放寬的 所以我會用一些風水的方法 主要佈局的時間就是 新年4月和新年5月 即是大約是個多月的時間 希望提出一些方法 給你剛才所說的那類型的店鋪 一些方向增加吹動人流 增加吹動生意的一個方法 首先因為剛才你說了三個方向 第一個其中一個就是兒童樂園 所以我就會先說是怎樣去做的 第一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 兒童樂園的特性是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可能跟一些小孩子經常去的地方 例如一些夾公仔機 會比較多一些年輕人 小學生甚至乎中學生都會去的 又或者是一些我們常常會聽到那類型的店鋪 這類型的店鋪因為涉及了小孩子 所以我會有一個方向給他們的 第一他們是需要準備一些物品 這個物品可以是公仔 例如這個公仔是父母加小朋友 可以是一隻是爸爸 一隻是子女 又或者是一父一母加子女 即是同一時間起碼有兩隻公仔的存在 一隻是長輩一隻是小朋友 這個公仔就要擺在現在我們螢光樂 看到的位置寫著的就是西北位 這個西北位我們從何時開始擺呢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其實是4月5號的時間 4月5號即是清明節 因為清明節開始的一個月 根據那個留言的飛聲呢 根據我那個數的計完之後 在這個西北位 它是比較有利於小朋友的增長 那就是說因為兒童樂園 本身就是多小朋友去的 而我是會建議 加上一個爸爸或者媽媽的公仔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一個父母吸引的氣場 所以首先第一 我們要準備的就是兩隻公仔 又或者如果不是公仔 可以準備一個相片 一個真人的相片 例如爸爸抱著個小朋友 媽媽抱著個小朋友 又或者是一家幾口的相片 都可以的當然最好 我覺得是公仔比較合適一點 首先就是把公仔 放在這個西北的位置 然後旁邊放一些流動的水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在4月5號開始 在這個西北位置放一個月 然後去到5月5號 因為5月5號就轉了流月 它會進去下令 所以由5月5號開始的一個月 我們就把剛才我所說的物品 轉了去這個正德位 因為飛星的轉換 所以位置就會有所改變 透過這一種五行氣場的改變 就是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小朋友 長輩帶著小朋友去玩 而作為一個操動的作用 這個就是我就著說 如果是兒童樂園的話 我會有這樣的建議出來的 如果我們不是兒童樂園 而是另一類的店 例如美容院 甚至乎是化妝品的店 就會用另一個方法 因為美容院它本身是漂亮的 多數我們看到都是女士為主 而化妝品店 亦都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變成同一時間 都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操作 這個方法相對來說也不困難的 首先要準備一些東西 這就是七枝水種的花 這個花一定要是開了 即是說是真的看到花的 而不是普通的植物 是花 要是七枝 在4月5日開始的一個月 這七枝花就放在這個正西位 但是花的顏色是有要求的 我需要的是紅色的花 例如紅色的玫瑰花 這個就是4月5日清明節開始 然後5月5日開始 花仍然是放在正西位 但是我花的顏色就有轉變了 我需要它改成白色又或者黃色 又或者是黃白一起放 但是它的總數都是七枝 因為七這個數字 本身對應的是對金 對金本身對應的就是少女 少女的情懷總是喜歡化妝 很漂亮 所以這個相對來說的操作 是容易一些的 就是放在同一個位置 不過花是有少少不一樣的 至於你說我做的行業是食肆 因為事實上都是 今次食肆的影響 因為一來食肆很多 而且它的影響真的很大 損失也很多 所以食肆當然是一個 我們要講的內容 食肆我們考慮到 它所對應的第一是火 第二是金 所以我會建議它需要準備的物品 第一是一個流動的凍水裝置 因為只要透過凍水的動動才可以吹彩 第二它需要準備一隻金屬的碗 金屬的碗可以是金碗 可以是銅碗 也可以是我們所謂的縱撥 即是說我們去的廟 看到一些人拿著的那種縱撥 因為它本身是黃蟲製造的 所以都是可以的 我們將縱撥裡面 是放滿很多不同的硬幣 又或者是放一些金銀首飾 都沒有問題的 然後把它和一個流水裝置 放在一起 放的位置 在4月5號開始的一個月 我們放在正南位 然後5月5號開始的一個月 就放在這個西北位 透過這兩個月的氣場 加上凍水的那個能量 就作為一種操作的模式 去增加那個火金的氣 這個是直接對應那個食肆的動力 我明白 其實看我們焦點視頻的影片 其實朋友是很多的 如果有些人就說 咦 我不是做這三個行業 但我都想催動 那有沒有其他辦法呢 其實是有的 這個辦法是再簡單一點 而且這個辦法呢 是對於不同行業 甚至乎對於普通的洋宅 家宅呢 都可以做一個操作的 那這種操作呢 很簡單 但是有一類型的店鋪 是不能做的 那個店鋪就是說 假如它是一個地鋪 而它的地鋪是沒有門口 所謂沒有門口就是 它只是一個捲閘 它每一天將捲閘捲上去之後 它沒有一個玻璃門 或者一個實體牆 它的門口可能就是左右十尺大 而它真的沒有一個門口 那它就不能做 所以這個操作的方法 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一個大門 這個大門可以是家 可以是商店 可以是公司 我們首先簡單一點 就是說 這裡是一個大門門口 我們找了門口 兩邊的那個門框 用這個門框 向屋裏面拉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位 去到這一個位置 假如這條直線位 我們看到有牆壁 一定是直線的最盡頭位 要看到牆壁 或者是左隔的位置 舉個例子 可能那個是一間酒樓 它酒樓的門框 一走進去是大廳 我走到大約是最後的三分之一 它有一些圍板圍著 裡面是一些細房 那究竟我是去到細房的盡頭 還是去到大廳和細房中間的間隔呢 我就以間隔做一個位置 所以我仍然是以左右門框 去拉一條直線 然後去到這一個位置 我們就在A點或者B點那裡 放一個流動的洞水 我們只可以放A或者放B 不可以兩個一起放 因為這個是一個門口的立氣位 氣一進去的時候 就會在附近 就作為一種盆旋流動 所以如果我們再將那裡 加些洞水在那裡的話 就會令到氣場更加強大了 所以我就說這種方法是簡單 沒有一定的效果 而且它可以同一時間放在洋宅也可以 放在商店也可以 變成就是剛才我沒有說到的行業 大家的朋友都可以一試 幫自己增加那個氣場 令到我們社會上面 就是讓我們的防疫措施減緩了之後 希望就是每一個行業的人 都可以增加大家的收入了 老師有些人不是東主 又不是管理級的 反過來他們很不幸 很坦白說 因為這個疫情的第五波殺到來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被迫成為失業的人士 又或者開工率不足 導致要炒散的情況 有些什麼的開運方法 你可以建議給他們呢 方法有兩個的 第一個就證明剛才所說 那個洞水其實在家裡也是可以做的 因為這個就是增加回家人的收入 所以也是有效果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配方位做 首先我們要準備九個利時封 每個利時封入至少一張100元 可以是100元 可以是500元 可以是1000元 然後我們把利時封串一串 我們可以用釘書機釘起它 可以用膠紙黏緊它 把它串成一個圓圈 然後我們用一條繩吊起它 吊在家裡的正藍位 因為利時封裡面 它本身是一個九個數 九個我們知道是一個喜令的位置 所以我用了一個九個數 然後吊在一個藍位 我用吊的模式 就是因為當它吊起之後 無論是我們走過 開門 又或者我們刻意去動它 去推動它 讓它的氣場是有所流動 有流動才會產生變化 才會產生那個氣場 所以我會建議 所以我會建議 就是吊起它在南方 但是在我們做之前 我是需要各位 在利時封的背面 寫一些資料 包括幾樣東西 第一 名字 因為我們是希望推動那個人 而不是屋裡面的每一個人 所以第一 我們要把我們的名字 例如陳大文 希望什麼時候找到一份工 這份工 我們的人工 希望有多少 這種是意念的投射 所以每一個利時封 都要寫一模一樣的內容 然後串起它 掛在家裡的正藍方 透過我們第一 是意念的投射 第二 氣場的啟動 然後就增加我們的助力 這一種的方法 我們是隨時都可以應用的 因為今年 我們考慮到今年整體藍方 本身就是一個喜慶的位置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件事 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又或者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 本身就是一件喜慶的事 所以就是透過這個喜慶的動方 就增加我們的能量了 OK 我知道 除了一些東主 或者打工的人士 受著這個疫情影響 有一些業主 其實他們在放盤 都受著疫情影響 因為始終疫情 再加上移民潮 令到有很多一些買家 都看不通市 看不通市 自自然然 就不去 入貨 但是 突然之間 就很轉的情況之下 那些買家的人士 很多東西看了 很多東西想買了 那怎樣可以 在這個 逆後的時機 可以有一些業主 放盤 可以捉緊這個商機 能夠容易些 將自己的單位 唉 馬上搞定它 出售 這樣 有什麼方法給他們 這個問題是問得很好的 確實實是一些 簡單的秘法 是可以做得到的 首先 我們要準備一隻馬 OK 馬 最好呢 那隻馬是一個 跑的形態 然後呢 我們就在家裡 主要的一個窗戶那裏 通常會在大廳那裏做的 我們就是看大廳那裏 會不會是對著一些馬路 如果那個馬路 是比較頻繁的馬路呢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流動的位置 才可以把氣場 是起動的 所以我們就把碼頭 就向著那個馬路那裏 即是向著家裡的窗 而窗戶那裏就是馬路 然後我們在馬的後半部 拉一條繩子 我們後面可能寫了一些 我們想一隻馬 幫我們做的一些事情 例如 快點幾時 多少錢 將這間屋賣出去 用這個方法 其實馬本身是奔跑的 即是說有動力 馬路它動動走動 本身也是一種動力 然後我們剛才所說 將我們的意念 投射了下去 變成透過這一種方法 將它拉動 令到一隻在放盤 不知為何賣不出 又或者價錢不適 而不想賣的業主 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增加能量牆的 當然如果你說 我想做得更好些 當然是要摘日子 甚至乎要想起那隻馬 究竟是白色、黑色 還是偏紅色 就是更好些 這就涉及多方面的操作 例如是摘日 又或者要換屋本身的座向 又或者是業主本身的命格 再做一個配置 但如果在我剛才所說的資料裡面 簡單準備一隻馬 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可以做到一些效果出來 OK 所以大家如果風水上有任何疑問 不妨可以請教史文林老師 同時也希望 剛才老師給的一些方法 照顧到不同的人士 如果大家 原來 剛才所說的範疇 都涉及不到你的話 不妨影片資訊欄 可以聯絡老師 請教一下他 OK 下一集我們又講講其他的話題 拜拜 拜拜 拜拜